黄色小巴士玻璃全碎 里头座位也烧得一片焦黑 亲俄的盾内刺客政府遭到乌克兰飞弹空袭 六人当场死亡 遗体倒在马路中央 人行道被炸出凹洞 现场一片狼藉 有人悲愤痛骂乌军 不过乌克兰控制的炸波罗热 也在同一天被俄军一连发射 九枚火箭弹 照片可以看到浓浓烟雾狂窜 当地旅馆被炸的只剩钢筋骨架 一名旅馆员工不幸死亡 俄乌双方你炸我我炸你 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影片多管火箭连射 乌克兰同一天也公布海马斯火箭的画面 只是两军护洪同时竟然还有办法完成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换球 在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帮忙之下 乌克兰释放55俄军士兵换回215位乌克兰战俘 双方释放人数明显不对等 关键就在一人 在乌斯基说的这位俄罗斯粉丝正是普清亲密盟友梅维楚克 200多位重获自由的乌克兰战俘 许多都是当初受困钢铁厂的亚速营官兵 这位士兵已被释放 第一件事就是联络失联四个月的女朋友 不过换球成功后 乌克兰马上开记者会指控俄罗斯虐球 而这样互相指责 叫嚣的场面当然也颁上联合国安理会 各国外交部长针对这场打了七个月的战争 犀利言辞交锋 而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外交部长都有出席这场会议 的确在会议上两国外长各说各话毫无交集 由于许多发言国家都是站在乌克兰这边痛骂莫斯科 因此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只在发言时现身 讲完话马上离场换幕僚代替出席 TVBS新闻最后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